鉴定一下网络这门视频 这球走步了 判断的最基本就是中枢脚了 那收球之后呢 左脚成为了中枢脚 抬起中枢脚的投篮是被允许的 像视频中球脱手了 他抬起中枢脚拿也都可以 但是规则不会变 抬起中枢脚后 再落回地面之前 球是要离开手的 那视频中左脚中枢脚落回地面 球才出手 走步为例 这球动作看着比较别扭啊 但是不妨碍它是一个好球 这就好比是一个跳步动作 收球之后一二两步落地 那是没有问题的 再跳起头篮也是允许的 很多朋友打球跳步之后 都会停步 然后再寻求机会出手 这只是把它连贯起来做罢了 好球 那这个视频就更好解答了 书上明确说到 在行进间停球时 可以用两步来完成停步动作 进攻队员01两步停球 并且2这一步还没落地 书上可从来没有说过 三步上篮不能停的话 兄弟们别被误导 好球 这球略显遗憾 因为两只手在空中对球的触碰 构成了对球控制的条件 那就属于一个合球的动作 再次运球就是二次运球为例了 临场比赛中的估计裁判 也没有看到这个细微的动作 这球要是右手不碰的话 就是好球了